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用西紅柿和雞蛋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兩個西紅柿清洗乾淨 然後劃十字花刀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裝入大碗中,倒入開水 浸泡兩分鐘,等一下好去皮 兩分鐘之後再把它撈出來去皮 然後先切片,再切成小塊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 再打入四個中等大小的雞蛋 然後全部倒入絞肉機裡 在蓋上打成汁 打好之後倒入一個大一點的碗中 加幾滴白醋去腥 加一小勺鹽,一小勺白糖,少許雞精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再把上面的浮沫撈出來不要 然後冷水上鍋 蓋上蓋子,防止水蒸氣滴落 然後在蓋上,大火燒開之後轉小火 蒸20分鐘 再準備幾根蒜台,切成小丁 裝入碗中,備用 準備半個紅椒,先切絲 再切成小丁 這個紅椒是不辣的 如果喜歡吃辣的可以換成小米薑 再準備幾根小蔥,把蔥白和蔥綠分開切 全部都切成蔥花,放一盤備用 再準備一小塊生薑,切成薑末,放一盤備用 最後準備10塊錢的豬肉餡 裝入碗中,備用 熱鍋放油,油熱之後倒入肉末 放炒至肉末完全變白 再把蔥薑末加進來,放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加一勺生蔥 一勺蠔油,一小勺鹽 然後放炒均勻 放炒至肉末上色 再把蒜台和紅椒也加進來 放炒至蒜台斷生 然後加一碗開水 再加一碗水澱粉 煮至湯汁變粘稠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關火備用 我們的雞蛋羹也已經蒸熟了 哇,好香啊 還是粉色的,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再把做好的醬汁淋在雞蛋羹上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後再撒點蔥花,美味繼承 這樣做的雞蛋羹,有肉又有菜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我們來嚐一下看看 它的口感非常的滑嫩 我們蒸雞蛋羹的時候 蓋上一個蓋子 即使時間蒸久了 它也不會變老 口感一樣的滑嫩 它的口感帶著西紅柿一絲絲的霜味 香而不膩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適合 做法也是非常的簡單 營養又美味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